美國武漢肺炎疫情延燒 總統川普幾天前才聲稱看到了疫情盡頭 渴望復活節前重啟經濟活動 但是隨著全美確診病例 近日已經衝上全球首位 川普收起樂觀態度 轉而示警 美國武漢肺炎死亡率 兩星期後會達到高峰 川普的防疫態度轉趨謹慎 因為美國國家過敏 與傳染病研究院主任佛奇 最近提出警告 如果不好好防疫 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奪走 十萬到二十萬條美國人命 並造成數百萬人感染 為了減緩疫情擴散 川普也宣布 全民採取社交距離 等防疫指南期限 延長一個月到四月底 川普希望到六月時 能看到美國朝向復蘇 這番信心喊話 政界不買帳 聯邦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就痛批川普 一開始對疫情太過大意 選擇冷處理 造成全國死亡病例 一個月反北跳 人民寶貴的性命 無謂犧牲 另外全美防疫 不少州政府為了爭取醫療資源 和聯邦政府陷入爭執衝突 還出現政治凌駕防疫 導致分配不均的說法 川普政府防疫 持續受到質疑 中央社綜合報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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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